著名旅游景点圣米歇尔山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座人口只有30人的小岛每年吸引超过250万名旅客来朝圣 传闻 圣米歇尔山上的修道院是八世纪时的主教欧贝 在梦中得到大天使米歇尔的启示而建造 因此 圣米歇尔山有大天使住所之称 1979年 圣米歇尔山连同修道院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而今年2023年 正是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建址成立一千周年 圣米歇尔山修道院中世纪的建筑特色 加上有如漂浮在海上的奇幻景象 影响了后世的流行文化 像是电影《魔界》刚夺王城 正是以圣米歇尔山为灵感 华语歌手周杰伦2022年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 封面也是圣米歇尔山 位于法国诺曼地的圣米歇尔山 是圣马洛湾上的一座小岛 距离海岸一公里 随着潮汐与天气的变化 圣米歇尔山就像一座在海上漂浮 一世独立的大教堂 为了庆祝修道院建立一千周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当地政府 从4月份开始推出一系列盛大的纪念活动 预计将一路举行到11月 新唐人亚太电视赖利亚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